今天是这个讲座的最后一天 同时也是宽纪念佛堂 我来了快两年半了 一眨眼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我讲了两次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大业 首先师父要很真诚内心里的感恩三宝 也感恩宽纪念佛堂所有奉献的干部 还有义工 这一套四十八大院曾经已经上网了 全世界都在听 连德国的联友都把四十八大院全部给听完 现在流通的DVD也都结缘光了 后来有齐琴讲了地藏法门 地藏法门事实上我自己修学很久 但是正式公开讲地藏法门很有缘 却是在新加坡宽纪念佛堂 因为经文是很殊胜 而且经文玄庄大师翻译得很详尽 所以一次讲不完 所以就讲了三次 那今天是最后一天 所以我想第一个也是这个法会的圆满日 第二个也希望各位升起广大的悲心跟发愿回向心 为日本的地震海啸以及现在所有苦难的众生 真心地回向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往生的人其实他是很痛苦的 希望他能够减少痛苦 来生投胎做人 继续学习佛法 或者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假如活下去的人呢 希望他要有很勇敢 而且很坚强 因为就算他活下去 他还是要面临着很多生命的问题 所以也希望佛菩萨给他无比的信心跟勇气 为了云云的众生要坚强活下去 所以点灯能够颤逐你很多的恶业 同时也会满你很多很多的心愿 这在佛说诗灯功德经里面呢 是介绍得非常清楚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点过了四次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介绍 我们就开始进行 待会我会唱六字大鸣咒 点的时候呢 向旁边跟后面点 不用站起来 慢慢慢慢地 心不要急 然后呢 我会请阿爹 还有一位法师过来 然后传灯 我们先念六字大鸣咒 最后回向完呢 配合这个讲座 所以我们念地藏菩萨的圣号 好 就这样开始 请翻开你的讲义四十四页 大宝法王点灯祈愿文 这个音乐各位可以从 大宝法王官方网站里面下载 你不用什么东西都问师傅 事实上我讲义都写得很清楚的 所以期望你可以上网 好 Om mani bēmē hong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名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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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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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 李宗盛 名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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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